請請休息時間15分鐘 謝謝劉院長 請所違長 還要跟我們 就醫部長 攀部長請 謝謝 議員你好 第一題 我們那個 體育署長 空缺位置 多久了 跟委員報告一年多 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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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議署長找不到人 這段時間 我們是有積極在密採 確實有很多我們認為適合的 但是因為要面對承擔各方面 很多學者專家 最後有打退堂股 所以還在繼續 現在大家外面 都會感覺說不重視 或是說 現在跟院長也特別報告 專案現在是請一位次長代理 重視體育推動 都用兼任的 當體育署長 當一年多 一長 我請教 部長空缺一年多 有可能 你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嗎 我跟委員說 應該不會 我們整項很四位 體育事業 相當專業 我們整項都很嚴格很四位 做大學校長主席 另外一方面 體育事務非常重要 你知道我重視體育 所以現在請次長來做 我知道啦 但是畢竟他是監任 次長有次長的工作 很難找 很難找 要符合那個主席 又體育 又來行 有時候兩位 都不可以好 有什麼 這個概念 不可以好 不過 如果委員好 會推薦一下 會害的 應該有很多人選 整項很四位 很死啦 我知道他是要 這個有事務官經驗 實事直等 任用資格 依照大學校長資格 對啊 大學校長資格 你看看 所以你還是要努力去找 以前就有了 現在你做議長 就放任他 一年都沒有 不是放任 請處長在做 處理一直講 那以後你 部長如果缺你說 副院長去接 這樣就不行 這樣會通 我很重視這個部 所以我叫副院長去檢 檢一年我 不會通 好 儘快趕快找到 做適當的人選 讓外界 知道你重視體育 讓國家重視體育 專業的人來做Leader 好 好 多久了 多久才找到人 密財 已經過去2月了 我告訴你 這次體育性質還不錯 實在 所以 這個 缺點 畢竟沒有一個 專業的Leader 領導的人 來領導體育 這一塊 有缺憾 趕快努力把它補起來 把它補起來 好 下一題 我來加油 我來加油 你加油 但是大家都你看 到底要多久找到人 這個人才記憶嘛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下一題 談到我們地方 台大 台科大 現在 現在在我們祖北 都有台大用地 差不多 二三十公頃 在最精華的地方 那另外 另外台科大 也有一塊地 在我們祖北 也是 差不多三十公頃 都是我們縣政府 送給他們的 區段徵收 那個地 就 無償 就給這個學校 你知道他這樣 一放 放多少年了嗎 教育部長 台大多少年了 放那一塊地 三十公頃的地 二十幾公頃 二十年啦 好 我給你答案 超過二十年 什麼都沒做 台科大也超過十年 蓋了一個 像辦公室 開了一兩班 什麼EMBA的 一些班 就這樣 這個國家資源的浪費 要怎麼處理 現在少子化這麼嚴重 你覺得將來他們還用得到這個俏地嗎 招生還會擴大嗎 教育部長 你要回答一下 你樂觀嗎 這確實在更早期 就像委員講的二三十年前 很多地方政府 也都主動 我們是免罪送給他的 最精華的地 要請我們很多國立的大學 能夠在他各地來設這些分校等等的 但是這幾年確實 委員也知道少子化的現象真的很嚴重 所以這幾個學校 怎麼解決 還給縣政府 這個目前他們幾個學校 這兩所學校 我們很欠缺 產業園區也很欠缺 護國神山 半導體供應鏈 缺地缺得要命 我們只要是開放出來做產業專區的 招商一下子 楊縣長招商很厲害 一下子就招好 然後現在 AI園區四大廠商通通在動工 聯發科也在我們祖北 設全球營運總部六千坪 馬上要動工 兩個學校佔了我們五六十公頃的精華用地 都市計畫區內最精華的用地 二十年 十多年 攏無叮噹 這要怎麼跟我們新竹縣民交代 我們無償提供給他們 你夠由保護主管機關你要處理 總不能一直放下去 荒煙漫草 洗臭啦 要不讓他們用 把那個圍裡把它圍起來 也不做公園 也不讓地方使用 也不蓋校 要怎麼蓋館 這個我想是不是我們請 因為他本來跟地方政府合作的時候 都有提出一個中昌城的地方 好像跟你沒官一樣耶 當時是你核准的耶 設分校 教育部核准的耶 他不設 怎麼辦 他當時也是教育部核准 設分校 竹北分校 台科大竹北分校 台大竹北分校 你核准的耶 教育部核准的 他不設 要怎麼辦 我們就請學校做一個檢查 說回 就是說他現在確實有計劃在執行啦 只是說這個 執行二十年了啦 執行二十年了啦 因為他們比如說 帶了一個班 一班 好啦 我來給答案啦 希望你去努力啦 我們那邊喔 現在缺高中啦 這個都是學校用地啦 你知道竹北喔 是所有少子化喔 這麼嚴重裡面喔 人口成長第一名 我們那邊倒是沒有少子化的問題 每年喔 大概出生 大概一千五百個小孩 然後連簽入的喔 一個年齡層喔 大概有三千個學童啦 一個年齡層啦 所以零到十四歲 大概有四萬五千人 意思就是說 每年喔 國中生畢業喔 大概有三千人 要念高中 現在不是要十二年國教嗎 就進入學嘛 你知道我們那邊 畢業三千個國中學生 有幾個高中 兩間 竹北高中 六家高中 六家高中還是 現立的完全中學 班數呢 不到二十班啦 兩校合起來啦 顯然不足啦 我們有三千個學童啦 國三畢業要進入高中 缺高中啦 兩塊校地 學校用地那麼大 讓我們在那邊缺高中 你也要協調一下 我們曾經要求過這兩個學校說 欸 你們喔 沒有辦法來設校 沒有辦法設學院 那來設附中好不好 台大附中 那絕對有學生的 高中啦 附屬高中 或是 台科大附屬高公 也不錯啊 職業學校 一定有學生 不然呢 我們那邊新竹高公也好 竹北高中 六家高中 都滿的啊 超額啊 他兩個 兩塊地這麼大 我們行文跟他們討論 他們說 他們不想辦啊 附屬高中 他們也不想辦 他的理由啦 說我們就本來就沒有辦過的經驗 我們也沒有教育學院 我說我舉了例子給他聽嘛 政大喔 有附中了啊 他們在那個之前也沒經驗啊 辦高中的經驗啊 設了政大附中 政大附中現在不錯啊 部長你知道政大附中嗎 我知道 因為政大確實有教育學院跟教育系 後來才有 沒有沒有 他先有教育學院跟教育系啊 好那我再舉個例子 中大附中 中央大學我的母校 中央大學有教育學院嗎 他應該只有學成 學成而已嘛 也可以辦理高中啊 也辦得不錯啊 現在中立高中 併入中央大學 成為中央大學的附屬中學 很好 都有先例 我們在幫他們想方設法 說你這個閒置的用地 你不來設大學分部 也不設學院 本來我們之前也建議過他們啊 半導體供應鏈在我們新竹地區 不然你也來設半導體學院 設在新竹不是最恰當嗎 也不做 給他好的建議他都不做 就空著 荒煙漫草 你不開放給人家當公園 使用 要解決啦 我希望提這個方案 請教育部要擔起責任 既然當時是你核准他去設分校 我們縣政府因為教育部 核准他設分校 才能夠給他土地啊 免費的精華地給他 那個價值都百億以上的 那個地的價值啊 不設分部 也不設分院 那現在說好吧 我們現在有高中需求 十二年國教 開始實施就進閱讀學期就讀嘛 我們最缺的就是高中 之前蘇縣長你記不記得 你有到過我們竹北 還補助了我們的國中國小五個學校 六加高中 沒救了 我要跟你感謝 六加高中 六加高中附近 六加高中也有補助到 五間五間 十七億的那樣 我記得是差不多十七億 感謝你 那國小國中的問題 稍微緩解 那時候補助的都是國小國中 你去到這孫兩年了 離開吧 要讀古中啊 是不是 古中沒有了 現在跟你想這個解方 就是有兩塊地那麼大 在那裡 那請教育部去協調 短期內他們沒有辦法承諾來設分部 大學分部或是學院 那我們是不是來考慮設 附屬高中 經驗不足 經驗不足 教育部來協助啊 你做主管機關要擔起責任嘛 可以協助他們嘛 這個時候還有像我們竹北地區這樣 敢生能養 萬一生小孩 人口一直成長 學童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呢 沒有減少喔 那你放任的校地控制 大學校地控制 不給他設高中 我們 縣政府是沒法度啦 這你知道嗎 是縣政府要設高中喔 要用 完全中學的方式 他要去顧國中那一塊已經 焦頭爛額了 所以才需要中央補助 你要叫他再設高中 沒材料啦 要靠中央啦 中央都放任不管 你對得起我們大新竹地區 為國家的貢獻 這些年輕人敢生能養 萬一生呢 又注重教育 部長承諾一下 擔起責任協調這兩個學校 台大台科大 積極考慮設立附屬中學 完全中學也可以 或是高中也可以 像政大 他是也有國中部也有高中部 我們都表歡迎 願不願意做承諾 部長 這個委員 我們要參加一下 因為我們實在這麼久 你的熱心爭取這個我肯定 但是你把一個大學併設中學 不是啦 附屬 你要考慮一下喔 附屬中學喔 不是說把那個大學分部廢掉 我沒有這個意思 附屬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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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中學